只需要100亿美元,你就可以成为第一批访问火星的太空游客,这是埃隆·马斯克的承诺,但人类殖民火星不仅仅是将它作为旅游景点,根据马斯克的说法,引发人类灭绝的事件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出现,火星可以作为避难所拯救人类免于灭绝。 那么,在2058年,火星上将会发生什么呢? Mars One是另一家参与竞争火星计划的公司,在2012年,他们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红色星球开发计划,到2026年,Mars One将发送住宅、生活知识系统、卫星太阳能电池板和科学设备到火星,并公开宣布选拔登陆火星的第一批殖民者,进行为期十年的旅行训练。 他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万人申请,不过,在2019年的1月,由于缺乏资金,这个项目已经关闭了,但是,这种挫折并没有阻止科学家。 世界各地的太空机构每天都在研究载人飞往火星的可能性,红色星球上到底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呢? 当我们降落时,首先看到的会是震撼的沙漠景观,如果时间合适,还会看到令人惊叹的蓝色日落,还有机会参观奥林匹斯山。 这是太阳系中最大的火山,高度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三倍,而且,火星寒冷的气候让人难以忍受,平均温度为零下56摄氏度。 即使在白天的赤道,温度也只有35摄氏度,到了晚上又会下降到零下73摄氏度。 科学家们计划改造如此艰苦的条件,如果条件可行,火星将成为人类理想的家园。 火星拥有支持生命所需的一切,问题在于各个元素的比例不理想,二氧化碳为95.3%,氮为2.7%,而氧气仅为0.2%。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可呼吸的空气,并为生命创造条件,我们将更接近实现火星的殖民化。 目前,科学家准备了三种方式来改造红色星球。 第一种方法是安装直径至少250公里的轨道镜。 这些镜面会反射阳光,将火星两极的冰融化。 二氧化碳将从冰川中释放出来,导致温室气体增加,使得温度升高。 而难度在于,这些巨型的镜面如何运输到火星。 第二种方法是建设生产温室气体的工厂。 这些工厂需要模仿光合作用,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,逐渐使空气适合呼吸。 但是,将重型发电厂的建设材料运往火星仍然是个难题。 还有第三种方法可以改造火星。 太空科学家计划将核火箭发动机附着在小行星上。 火箭将引导小行星,并迫使它们向火星移动。 当小行星与火星相撞时,将释放1.3亿兆瓦的能量。 这将使得温度升高3摄氏度。 并且,大约1万亿吨的冰川将会融化。 继续执行这个计划大约50年,将在火星上创造一个适宜的温度, 并且地表25%的面积被水覆盖。 即使这些殖民火星的技术问题都已经解决, 但最不可预测的仍然是人类的行为, 人们将如何相互影响, 以及如何划分这样一个充满潜力的殖民地呢? 伦敦的星际社会研究组织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, 他们已经在研究火星殖民社会的未来构成, 以及一套管理行为的规则。 根据未来学家的说法, 起初火星上的所有人都会住在一个社区,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冲突可能会升级, 会有人引发叛乱或革命, 导致殖民地的秩序混乱, 可能会有部落交战, 如果要防止独裁政权并制定反对政府的合法非暴力手段, 例如在地球上建立工会, 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。 那么,你是否愿意为了征服一个未开发的新星球, 而永远离开地球呢? 你认为火星上的人们能够建立和谐的殖民地吗?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与我们分享哦!